我干过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 我参加过前日婚礼 为啥 是他邀请你的还是 那你什么样的心理呢 一件事终止了 彻底的终止结束了 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看到那个事你也很开心 为他开心 对 我觉得我应该都是属于那种 希望之前的幸福的 就是你过得好 我还是蛮开心的吧 这个还挺有挑战性的 你在感情里面会做到理智吗 我也其实是厉害的 但是相对理智吧 就是你会有那种 有一些点上你会感觉到 这个是你的不可接受 或者说挺难去协调的地方 那你就会 就那一瞬间会一下 就觉得那这个问题有问题了 那你可以去沟通解决吗 你在感情里是一个敏感的人吗 是 是很敏感 我们很相似的地方就是 我们的心思很细腻 然后很缺乏安全感 很敏感 对很敏感 对很敏感 你们早点休息吧 然后你也还有事情 好吧 如果要是你们的前任 邀请你们去参加她的婚礼 一阳你会去吗 只要不是那种 闹得特别难看 我能理解她的邀请 但是我想问 这句你的老婆同意吗 就赶上了一个新娘 这个新娘最大的特点是 对世界充满着好奇 好 想看看 坐一桌 你老婆没意见 那我也好啊 就你没有闹得特别难看 你现在的态度 不像是好的态度 就这样 好 你们结 你们结 我在下面看 你发现徐杨这个态度 是 很冲动是吧 对对对 换了个姿势正好 你要聊这个我可不困了啊 你呢 你去吗 我刚才稍微设想了一下 因为不是没有前任吗 然后如果要是跟现在的这个 就是分手了的话 别这么想 我想了 我刚才仔细地过了一下脑子 我心想想一样 你敢邀请我就敢去 这有啥不敢去呢 你会再反邀她吗 邀王 分子贤不是贤 有来有往 你呢 龙哥 我去啊 我ok啊 过去了吗 结束了吗 我也是会去的 我觉得谈恋爱 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们从朋友变成了恋人 然后但是没有办法做回朋友 但我目前经历到的都是 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 然后去到了婚礼现场 祝你幸福 看你开 什么哽咽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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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哽咽 没有哽咽 就是看你开心我也很开心 是真的祝你幸福 我没有哽咽 光想想就不行 想想就会有生理的打嗝的这种反应 你说 流着泪讲这些 是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 不会 因为我特别怕打扰 因为每个人有他的现状 因为我们也是女生 就是可能我跟一扬也有点像 我可能不会为我的前人想 但我会为他的另一半想 不想让他觉得被打扰 因为人家结婚是人家多开心的事 我往那一坐 是不是很添堵 我同意拦解说的打扰 我就觉得是在心里就好 就是永远也是希望大家都很好 也不是说我不跟你联系 如果你愿意联系 我也不会就是很排斥 因为大家毕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但我也不会选择做朋友 我就会保持一个特别合适的距离 因为我觉得对他的生活 对我的生活 都是我想要的一种状态 咱俩欠考虑了咱俩 不 你俩是很大气 是对的 但是也有可能 如果对方的对象也同意的话 那我觉得是更好的 对方的对象在结婚的这件事上 大多数都会有礼貌地说 当然只要你开心 不会 是我 我不会 不行 为什么要叫他 你还喜欢他是不是 你是不是还想见他一样 表情控制表情控制 就差拍桌子吧 不只来 这很不合理 电视剧里不经常就有这种 前人参加婚礼 也会有这种吗 就我是觉得他的另一半是不太会统一的 一般情况来说 不会统一 对 我觉得打扰这次很好 对 就哪怕你私下没有当那么多人 你带着你的另一半 和他的另一半 大家一起坐下来 一块剧都没事 都没问题 但是确实确实有打扰的这个 没必要 美好的记忆当然很好 但是 不去打扰自己曾经爱过的人 的当下的生活 其实也很重要 它是理想的和现实的 多种的考虑 行 去的都是好人 来 怎么样 咱俩是吧 不许我要跟他 而且要跟你支持他 好 那来吧 他是自尊心在作祟 自卑 他骨子里的自卑 组合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 感受到一丝牵强 男生跟女生 作为一队 然后来进行这个比赛 两个人同时出现 就算完成 好的 那我们就 咱就要 一直在一起吧 好 其实这会儿女孩儿 会比较敏感 敏感 其实也没有那种 真正的投入的 想要去讨论 怎么去滑 刚刚能滑 你现在前面 我在前面 然后呢 然后就 就一直这样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好不选 对啊 小心小心小心 滑的时候也 不管是眼神身体 或是情感上的一种 真正链接起来的 那种娇惹的感受 就很 很状况坏的感觉 嗯 你说这会儿谁不敏感吗 是吧 你花掌兵最后 化成这个样子 他今天怎么了呢 他 小师有点 不高兴了 他为什么不高兴 小师跟我跟老张 他虽然主动 那我刚才是保时距离的 他一直在观望那个小潘 但现在小潘的感觉是 有点推小师 就往外推的感觉 所以他觉得你在干嘛 我又没有去做选择 但是我是小师的话 我可能会挺开心的 就觉得两个人都为我 我觉得小潘这么在乎我 原来他为我吃醋 他原来什么都顺从着我 对 而且你说的小师 跟老张在一起滑 其实心里也想的是 想去找小潘 但是小潘不知道 他在整个来的路上 在车上他就很明显 特别挂联 它是一段很长路程的 一个过程 然后到了冰场之后 老张主动出击了 而且老张对于小潘来讲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 他觉得是有压力的 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是不是他觉得 给小师空间 让他再去选择 是不是对小师也是公平的 所以他就退却了 退点退 就是我们这一期 叫破检记 咱们老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检 我记得上个星期 咱们在分析的时候 不是那个小潘自己说 他有时候有点自卑 我还觉得他是说客气话 今天是有点感觉 因为两个人组队 在冰场上拉手这件事情 是很自然的 让小师觉得不高兴的 就是他觉得滑的全程 他不是说眼神啊 肢铁都无交流吗 是不是自尊心在作祟 是的 其实现在我们也很确定了 小潘的简 其实就是自卑感在作祟 这个时候突然老张进来了 他就失去这个节奏的掌控了 他就有一些自卑感 哎 其实老张条件很好 对 小师也有选择权利 那我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满足小师呢 好像是我在为小师好 对不对 但其实他没有问小师的心情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自尊心在作祟 对 其实自卑这个词 在感情上 尤其在爱情上 有好多词不分褒义贬义 嗯 什么自卑啊 自恋啊 胆小 这可能都不是贬义词 这只是他的一个具体的症状 对 他的那个简的形状不一样 对